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生亚的大马sir 广望又好 我们看到大马sir的天气相当恶劣 刚才真的是晴天辟辟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网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惨惨了,什么事呢 美国传统盟友之一 就是厄瓜多尔 其实跟中国 签署了一个很重要的协议 是什么呢 就是自由贸易协议 中国商务部 部长黄文涛 就跟厄瓜多尔生产外贸投资 漁业部部长 他说很长 这个部门官有多少东西 就是 普拉多这个很典型的拉丁人名 分别 就代表各自政府通过视频方式 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厄瓜多尔共和国 政府自由 贸易协议 这个 说得挺好的 这个签约 亦都是 之前中国和 厄瓜多尔 两个国家领导人 达成的共识 其实谈判 原来都很短时间就谈成了 在2022年2月启动 经过一年的高效磋商 2023年 基本上谈好了 昨天也刚刚签了 中厄商方通过自贸协议 将实现 高水平的 商户开放 为企业创造更优惠 和便利还有透明稳定的营商环境 进一步激化 两个国家 贸易投资合作前力推动中厄 经贸合作全方位 提质升级 促进双边贸易 持续 稳定和多元化发展 还要不断促进两个国家人民和企业的福祉 其实 真的有 为什么说拜登惨惨惨呢 因为去年12月 拜登就特意向阿瓜多尔 打算拉回传统盟友 不要啦 和我们一起啦 结果是不行的 最搞笑的是这个台媒说 不怕的 阿瓜多尔 和美国关系坚如叛识 他们一定不会和中国签这个自贸协议 他们有样东西是很局限的 整天用自己那种想法 你做虾巴狗别人不一定做的 去年12月 其实 大家知道 中美在全球都有竞争 当然 台媒 和美国媒体说 这次是南美洲 拜登在 去年12月19日特意 就见了这位阿瓜多尔的总统 就是 拉索 就表示 我们希望加强和阿瓜多尔交流 你们都会说加强 即是之前是离弃了 请问 请问你知不知呢 你是知道的 但是 你是看到现在和中国竞争 才是返回 我们都说过非洲的兄弟都知道 你也是利用我们 阿瓜多尔虽然是传统的盟友 但是近年来 中国在 这个进口石油方面 原来 这样也没问题 原来他们说 糟糕了 中国在进口石油方面 金额超过了美国 令到美国 很有压力 当然 现在 就算中国在非洲的石油进口商品的金额 亦是超过美国 之前 为什么中国的石油进口 在南美也是超过美国 因为你制裁了为了水拉 为了水拉大出油割 出产很多石油 拜登 其实去年年底时 亦是各个 美国媒体都说要拉拢 阿瓜多尔回来 不然他就会和中国签字贸协议 想不到 拉不到 拉不到 台湾不是这样想 他说可以 他经常用自己那一套来想 你当然可以 你什么都可以 在美国你什么都可以 原来去年12月19日 拜登 就是 在华盛顿 就会见了 到访的阿瓜多尔总统拉了 或者拉索 亦都说了 兄弟 希望能够和阿瓜多尔之间的经济 多交流 就说我们是长期以来的坚定盟友 但是 其实美国媒体都说 究竟能不能拉回来 因为 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已经很足够 甚至 非石油制品的进口量都已经超过了美国 其实 当时的西媒很不安 但是拜登就好像没什么害怕 是不是 不怕 我们这么近 其实现在所谓的后花园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 都已经是 没有和美国走得那么近 之前 原来 为什么 是不行呢 厄瓜多尔之前都希望和美国签订自由默协议 但是美国就不肯 拖得长 如果 美国和厄瓜多尔签了 厄瓜多尔就成为了哥伦比亚和智利之后 第三个享有这个 特权的 拉丁美洲国家 但是 拜登政府之前 已经对国会承诺 很搞笑 他不是承诺签 他是承诺不签 撑 那么中国也不能说了 承诺不会签订新的贸易协议 另外 这个共和党的意愿很出名 很多皇友很喜欢他 因为他说话够硬 对中国 说话比较硬 就是 Marco Rubio 努比奥 亦都是写信给美国国际金融发展处 建议 我们 就不需要和厄瓜多尔签 自尊为协议 但是要增加对厄瓜多尔电讯基建 能源矿产等等领域的投资 避免中国滲透 当然 最后来 都是雷声大雨点势 之前为什么台媒那么自信呢 除了他们对于西方那种盲目的自信 或者盲目的崇拜之外 他们就看到美国国会也有跨党派 通过了美握 那半行动法案 原来不是贸易 是授权美国海岸防卫队能够协助厄瓜多尔水警 这么少的好处 厄瓜多尔也不会放在眼内 你知不知道这条东西就是 自由贸易协议 其实这个法案 因为当时一些中国渔民和厄瓜多尔的海事部门有矛盾 台媒就是非客即白 他说 哦 签了这个 即是 美国会帮厄瓜多尔驱散中国渔民 但是 就 不是 他觉得 厄瓜多尔很恨 这样 更容易 其实中国 规管一些渔民就可以了 有没有用法 他不要向这个方向想 他就是说驱散 但是你没想过 中国都可以规管一些渔民为你不好 是 那就解决问题 他们就是没有向这个方向想 对 所以就好笑 平常设定了就是因为这样 对 另外一件事 为什么台媒这么自信 就是这个厄瓜多尔 现在这位总统 拉索是右派来的 是中南美洲 石果僅存的少数右派政府 去年以 赛尾差距赢了 所以 因为他们经常觉得 中共只是和左派合作 现在好像你这么合围 欧尔办对右派 有没有合作 在匈牙利 用下脑子 眼光很短钱 很短钱 很短钱 等于他们有什么价值外交 有什么共同价值才会做生意 这些就是短钱 顶人不是这样 结果 其实你不要忘记我经常说 左派好名 右派好利 利润 他们又忘记了 有实利就可以了 是不是 其实之前 厄瓜多尔也有很多事情 好像监狱里面有些骚动 经济也受通胀的影响 希望呢 他们说 厄瓜多尔肯定想靠拢美国 其实这些就是 那些叫犬如心 他肯定跟美国 不是 其实现在 亚非拉美国家 是 他肯定想靠多了 我不管谁 总之有实理 我就跟谁 做生意 做生意 是吧 当然 我们经常说台媒 很灯神 去年12月20日 这个最深绿的媒体 当然这个不是很出名 但是他是那些 独派的媒体 他就说 厄瓜多尔总统 亦都好似拜登那样 他保证 厄瓜多尔是 美国在中南美洲 最稳固的盟友 没有 当时 每个看到拜登和这位总统谈笑风声的时候 他应该不会包括台媒 也是做了灯神 应该不会和中国签 不是 很快签了 对不起 南美洲国家 当然厄瓜多尔是最早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他们又想到很狹窄 他这样做就希望拜登政府可以给出相应的回馈 他们最战格是什么 人家想拿一些实质利润 他就叫回馈 中国给了一些实力 金元外交 最搞笑 他们肯定很想拉拢拜登 所以不敢和大陆签协议 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 因为他们听了个智库的大西洋理事会 拜登会在贸易协议上解禁 虽然他答应不可以签 但其他会解禁 结果是没有的 大家一起没有 大家一起没有 都公平的 当然 他们另外一个伎俩就是抹黑 原来 在2月份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也报过 中国帮厄瓜多尔 台湾不是叫厄瓜多尔 他以致是少一点 是厄瓜多尔 这个也好一点 但是巴巴多斯 为什么没有个S 什么 曼道娜 曼道娜 怎么能猜得到 我真不知道 对不起 真不知道 斯智山那些 当你用拉丁文 赛拉利昂 慈善 暖叉 那么异 我们看回他们 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 中国帮助厄瓜多尔 建设 一处大型发电站出现了列文 就有这个探塔的风险 甚至影响厄瓜多尔的经济和能源 他就说得很大 一个 这样的发电站就影响整个国家很劲 对此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回应 就说 已经将问题交由第三方国际 的独立检测机构去做 机组运行和 安全是没有问题 亦都说得太夸张 这个检测机构 不是 亚洲的 是来自欧盟的 这个德国的南德意志集团 他们 南德意志集团亦都针对这个列行问题进行了评估认为 这个水电站50年设计的寿命 之内的安全度绝对没有问题 这样说 即是他看到少少就说 好像就快烈那样 说得很厉害 这座造价27亿美元的 水力发电站 是16年 员工 启用 现在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亦都是道场演讲 但是 几年时间就出现了列行 令到大家很担心 厄瓜多尔也很担心自己 最大的 电力来源设施可能会破坏 与此同时 亦都令到周边的民众很大事 很害怕 当时这个厄瓜多尔前能源部长 记住他经常找前的能源部长来 现在的不出声 是前的才说 因为来了即可暖差 对吗 厄瓜多尔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因为 为中国建设计划提供的 设备和零件 品质不佳 问他 你有没有问过第三方公司 没有 但是第三方来自西方的权威公司 说没有问题 事实上 说的东西 有关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债务陷阱 我们这节目说过 就说这些烂尾工程 品质 很差 经常有的 当然事管当然要回应 他们就说 这个电厂是厄瓜多尔和中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老实说它肯定不会做差 因为标志性项目 你想想 习近平亲自去 是不会做差的 起码人性上也是这样说 要你省招牌的 没错 不会亂搞 不会偷工减料 如果有什么差池 由中国水电集团成建 已经发电400亿度电 占同期厄瓜多尔全国发电量的三成 有缓解电力需求的作用 还帮助厄瓜多尔从电力进口国 变成电力输出国 当然经过 这个南德意志集团验过是没问题的 后来事件不料料之 你说它会帮中国澄清是不会的 这绝对不会 你不用想 当然厄瓜多尔就是右翼政府 和左翼政府不同 但是 现在 这个 美国的所谓后花圆国家 现在都是很多左翼政府 好像 我们经常说的 以前的哥估比亚 以前的哥估比亚也是跟厄瓜多一样 是跟美国关系 是 黏在一起 但是 最搞笑 是哥估比亚总统 是不差听拜登说的 可不可以给一些 俄制军备给乌克兰 我们帮你收你 我给你其他东西 都挺糟糕 这个哥估比亚总统说 我宁愿 它 变成爛铜爛铁 变成爛铜爛铁 变成爛铁都不给 因为其实他们担心 一给了就等于是站了边 是的 是吗 聪明的 是 厄瓜多尔是有站边的 他哥估比亚是聪明的 不会因为这样而 入了站边的队伍 是 你弄它淌我 不会踩下去 是吗 现在 拉丁美洲人口 最多的七个国家 巴西、墨西哥 哥伦比亚 阿根廷、秘劳 委内瑞拉、智利 他们有八成人口 其实都是由左翼的 政府领导 这个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重要转接点 我们知道自从15世纪以来 拉丁美洲的历史就与殖民主义 紧在一起 在19世纪我们经常说的门楼主义 就是由美国总统 詹姆斯门楼 宣布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之后 美国就对拉丁美洲的战略从来没有改变过 就是对这个地区 所以要有这个 他们就叫管控 其实就是控制 说一说一说一说是好听的 说到我帮你 为什么你帮了那么多 现在国家都那么大事 回答我 所以 他们都醒悟了 觉得 顶你 你整天都只有一个讲字 口爽荷包了 什么就我们顶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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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得多少次 所以现在 都站在中间 当然了 你们有相当不礼貌 劳拉 即是巴西总统劳拉 他就说想和中国一样 是速谈劝和或者劝和速谈 他就说英武学舌 你这么没礼貌 人家巴西人口大国都过亿人口 南美洲最大国家 当然 你现在觉得 你和我差十万八千里 当然他没有说出口 你看他们多高傲 一向的 当然台媒有跟着说 这些就是恰人争 这个亚瓜多耳总统就有独立思考 这个亚瓜多耳总统就有独立思考 知道什么才可以让自己国家有利益 都去 每个国家就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erfolgreich 完全不是很信 买花生要不用钱 买花生银钱吗? 当然要 买花生银钱,要吗? 当然要,小国斌也不买 最多打折扣给你 买一送几的 什么运运费的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多谢各位,再见